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充电器我相信有很多人经常刷到这个充电器的广告对不对 这个充电器的销量是非常高的 这里标的零售价是这么多 实际上我到手的价格也就是19块9 这个究竟好不好究竟能不能用 这个视频上架过后能够保留多久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后期的话会被投诉下架 因为这些产品的话咱们频道以前测过不少 全部都被投诉下架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这一期视频就是开箱拆解 这一个号称120瓦的一个什么机甲充电器 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充电器 就是轻飘飘的感觉 非常的轻啊 连包装盒的重量也就是92克 我们把盒子打开 充电头就在这里 这个充电头净重63.8克 充电器跟盒子包装上面印的确实是一样的 融合快充的插口 机甲的造型 赛博朋克的风格 然后这边有制造商信息 型号是B1501AC 只能支持220伏电压 输出功率的话 大家看一下 5伏2.4A 9伏1.65A 和12伏1.25A 这个Type-C口的话 5伏2.4A 9伏1.65A 和12伏1.25A 也就是个18瓦的充电器啊 规格上面 看不出任何有120瓦的迹象 双路绝缘 4类使用3C认证 海拔2000米使用 非热带使用 制造商是广西融线 广元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这个究竟是120瓦 还是120W 这个把我也搞懵圈了 我们外观 简单的看了一下 我们就直接进入测试环节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 它这个融合端口 它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首先就是来看一下 Type-C口 它的协议的情况 这是Type-C口的协议 QC3.0 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的22W功率 华为SCP的22W功率 然后三星AFC功率是24W 没有PD 3.0的 PD协议是没有的 这个A口的协议 跟刚才C口的协议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融合插口 我估计就是一个充电口 一个A口 一个C口 合在一起的 这个跟融合快充 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这部手机是荣耀90GT 既然它华为 它有这么高的功率 我们来试一下 它真实的功率的情况 我们找来一根原装的 华为的六按线 可以显示超级快充的标识 也就是20W的样子 跟我们测出来的协议 是一样的 这就是它真实功率的情况 这部手机是 支持67W的快充的一个手机 只能显示快速充电 给小米手机充电的话 也大概就是10W左右的功率 更换了一根线材 换在C口上面充电 这个功率的话 也只有10W的样子 我就这么测试了一下 这个充电器就已经很烫了 非常烫 这个是Vivo家的手机 功率的话 也大概就是一个14W 这是真实功率 这部手机是OPPO的K12 只显示闪充两个字 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15W 说白了 这个充电器 真实功率最高不超过20W 苹果手机的话 就更不用说了 它连PD协议都没有 也最多就是走过5V的基础功率 也大概就是10W的样子 苹果手机的话 它根本就起动不了快充的 咱们手头上这一个充电站 刚好可以把这个充电器 最大功率给它拉出来 也就是19W到20W的功率的样子 我们让它长时间复载一下 看它的温度究竟有多高 刚才测试了几部手机 测试下来 这个温度都已经到40度左右了 我们让它持续运行 这个是QC2.0的协议 189W的功率 持续运行了接近50分钟时间 我们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66.4度 这个温度的话 我手实际摸起来 它里面的温度更高 这个我手摸在这里的话 就是非常烫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看看 这个充电器 它在220V50Hz的功况下 转换效率的情况 首先是待机功耗的情况 插电浪涌功耗是2.2W的样子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一直都是0W 这个表现还算是不错的 按照这个充电器的规格说明 5V2.4A 也就是12W的时候 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220V输出14.8W 这边直流输出11.9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0% 按照充电器的规格说明 9V1.65A 也就是大概15W的功率 220V输出17.8W 这边直流输出14.9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4% 按照规格说明 12V1.25A 也大概就是15W的功率 220V输出17.8W 这边直流输出15.2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5%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文波的情况 这个是对手机有没有伤害 很关键的一个数据 现在这是5V2.4A 12W功率的时候 它文波的情况 最高的时候81.6MV 平均文波56MV左右 而且这个充电器是没有过流保护的 我们调电流的话 它会一直的加大 这是5V3A 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就高了 这个文波就变成了100MV 最高的时候100MV 平均文波变成了66MV 它这个还可以加电流的 再加的话 这个文波就高得有点离谱了 我现在把电流加到5V3.5A 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就开始跳动了 就非常的大 最高的时候137MV 平均文波变成了64MV 我们再加一个电流 加到3.6A 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就已经爆表了 我调一下 这个已经到了400多MV 看这个波形 已经很严重的超标了 460MV 说白了 这个充电器就是没有过流保护 电流随便你加 它都不会停止 一直给你输出 这种充电器对设备的伤害是最大的 自己要小心一点 现在是9V1.65A 45W功率 按照规格说明来的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1.1MV 平均文波70MV左右 这个档位一样的是没有过流保护的 我一样的把电流加大 给大家看一下 2.1 马上就变了 文波立马就变形了 最高的时候663MV 没有过流保护 我还可以拉 还可以加到2.2A 它一样的有输出 看到没有 670MV 充电器没有过流保护 用这种充电器的朋友 好自为之吧 现在又是按照规格说明 12V1.25A 也就是15W的功率 按照这个说明起步 最高的时候 79.1MV 平均文波56MV 一确正常 对不对 还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加电流 1.6MV 这个充电器 各种测试的数据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文波简直有点吓人 我们直接把它撬开 看一下内部究竟长什么样 这个充电器的工艺 比以前拆的那种山寨的 要进步的很多了 既然撬不开 我们用切割机来切 切得差不多 我们直接把它撬开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内部已经撬开了 这一坨是啥东西啊 又是这种 橡皮泥一样的东西 直接从里面 把这个主板给它抠出来 这就是这一个板子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 内部所有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充电器 插头也是铁质的 连接220V插头的触点 是用这种铁片 夹住这个插头的 然后220V的EMI部分 这是充电器的最关键的 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一个这种电阻式的保险 这种保险 响应速度非常的慢 这个电路内部 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这个保险丝 一旦不熔断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种保险的 过不了安全认证的 要它断的时候 它不断 不让它断的时候 它有可能一下子就断了 这就是这种保险的缺点 然后过来就是一个整流桥 将交流电整成直流电 没有抗浪用电阻 没有压敏电阻 没有安规电容 都没有 两个电解电容进行滤波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内部的 两颗电解电容 品牌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都是些杂牌子电容 大家看一下这个 然后是400V 实微法的 牌子的话 有知道的朋友们 可以打个弹幕吧 曝光一下厂家 这一颗是放在这里 用来滤波的一个色环电感 这一颗小电容 就是给主控芯片供电的 47微法 那要25V 厂家的话 咱们也查不到 这是充电器的 开关电源的主控芯片 被打磨了 不知道厂家 然后这上面 这里是R21的 尖锋吸收电路 这里就是变压器的位置 变压器也是非常廉价的 一种感觉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变压器的细节 我镊子夹的是初级 然后这一边是 是它的次级 这一颗蓝色的 安归X2电容 用来抑制电池干扰 和供膜噪声 确保兼容性和安全性的 只有这一颗 光电偶合器 用来提供电气隔离 和隔离控制信号 配合这一颗 三端稳压 来进行输出电流 让开关电源和刺激 形成一个回路 然后刺激输出的话 一颗不知名的固态电容 用来滤波 这个耐压值是16V 这个开关电源 它的输出电流的话 应该是低于16V的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 没有多高的功率 就是这个原因吧 然后协议控制芯片的话 我也没查到资料 适应写的HD77078 具体是哪一个厂家的 咱们也不知道 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弹幕上来一波 曝光一下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什么VBUS开关管 什么输出滤波电容 什么都没有 这个非常简陋的 板子背面的话 全是空的 还有这个所谓的融合端口 这跟华为的融合插口 完全是两码式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充电口 这样一个充电器 卖19块9 大家觉得厂家是亏本吗 这个总共成本的话 我估计也就几块钱 非常廉价的一个充电器 耗称120瓦 实际上这个是120W 这种充电器 我测试下来 所有的数据都展现给大家 能劝到一个是一个吧 这种充电器 一旦出现安全问题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涉及到220V电压的电器 大家还是要买正规的品牌 因为这个东西 危及的是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个安全问题一定要做到位 劣质品 我们一定要抵制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 投币 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对于这个充电器 唯一的腥味就是 可体用的主燃材料 hormones 2 3 1 2 2 3